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在本期杂志天下 系着一根绳子 另外一端套在小狗的脖子上 就什么一路拖行 小狗渐渐体力不支 最后被拖的是四肢血肉模糊 随后其他车主把拖行车辆给逼停了 一些市民就聚集围观 狗被拖行人也没好过 有爆料说一些爱狗人士非常的气愤 现场还出现了辱骂殴打等过激行为 这个事还没完 视频发到网上之后 立马就引发了疯传 涉事司机七某遭到了人肉搜索 家庭住址 电话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都被公开了 虽然后来微博上出现了一条疑似 涉事司机本人的致歉声明 说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说这个狗啊得了疯狗病还咬伤了别人 所以呢就打算安置到其他地方 可是狗狗不上车 所以才这个把他拉着跑的 不过大家的情绪呢依然是比较的激动 说一听这个就是假的 绝不原谅 目前相关人员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 你看这边的气氛还没有冷静下来 另外一边呢又一起虐狗事件爆了出来 大家都怒火 那一下子又被点燃了 说这个深圳一男子自爆喜欢虐杀动物 他呢加入了很多个领养狗狗的这个微信群 假装要爱心领养 但是呢把狗狗领回家之后啊就开始虐待啊 而且呢这手段是极其残忍啊 现在呢已经虐杀了50多只狗 他还把虐杀的这个图片的视频啊放在网上炫耀 他就说了自己虐待狗狗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好玩 和前面那位山东威海的车主啊 他一样 这男子的个人信息呢 也被人入出来啊 并遭到了网友的医治声讨 看到这些让人不忍直视的照片 人们就想不通 说为什么有人会通过虐待动物来取乐呢 哎有研究啊就说啊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虐待动物啊那就是一种心理障碍的行为表现 另外呢国外有研究就发现啊 说大多数青少年犯罪啊连环杀人案啊 也都有可能跟动物虐待相关 而且呢这个关联度还比较高 咱们不妨来看一组这个数据啊 说之前虐待过动物的 后来发展成为暴力犯罪的囚犯当中啊 强奸犯占到48% 而连环杀手呢 竟然就占到了90% 美国还曾经进行过个统计啊 说那些暴力犯罪的人啊 有70%以上都是从虐待动物开始的 而这些个罪犯呢 你再往前追溯啊 还会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都遭遇过家庭暴力 有一些孩子在家庭暴力的环境当中啊 长大 他遭受过虐待 漠视 又目睹自己的母亲被殴打 这样的孩子啊 他就会把暴力视作是生活日常 并在长大成人之后呢 有可能就延续这么一种暴力 重复这么一个怪圈 你顺着这么一个怪圈 那孩子呢 就会将愤怒啊沮丧啊 发泄到比他们要弱小的事物上啊 开始呢 那当然就是欺负一些小动物 然后呢 欺负同学啊 就成为校园恶霸啊 或者呢 在有了家庭之后 就继续虐待配偶和孩子 曾经被虐待过的孩子 他虐待动物的可能性 要比普通人高出九倍 所以啊 动物虐待成了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因为这两者的关联性很高 美国FBI呢 还将儿童的动物虐待行为 作为家庭暴力的一个重要参考 把那些有动物虐待的家庭啊 列为有犯罪风险的那一部分 早在1987年 虐待动物作为一个单独科目 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啊 列为行为障碍 最近这些年来 虐待动物的世界是越来越多 你想几年前 有一段这个虐兔视频啊 就曾经引发网民的愤慨 这个视频呢 也引出了一条虐待动物的利益产业链 某些人 他有这个这个怪癖啊 有观赏虐待行为的病态心理癖好 他就有呢 专人来拍摄这样一种类型的视频 来谋取暴力 有网站呢 甚至明确的说 客户 你可以私人定制虐待的手段 你想让那动物怎么死 他就怎么安排死 更让人担忧的是呢 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个虐待的行为啊 还只是一部分呢 恐怕还有很多是咱没看到的 都知道虐待动物是不对的 不过呢 对于种种残忍的虐待行为 大家呀 好像也只是停留在道德层面的指责啊 谴责 因为我们国家目前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动物保护法 提到动物保护的立法呀 有一种声音好像就说 哎呦 这不科学呀 他们也有逻辑啊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啊 说没有比杀死动物更严重的虐待吧 如果以后真的立法禁止虐待 那是不是人类都不能吃肉了呢 人的事还管不过来呢 哪有闲工夫管这个动物呢 甚至啊 还有人说 说法律保护 那一个保护人的权益 如果把阿猫阿狗什么都包括进来 那法律岂不太泛滥呢 因为没有法律来约束 哎 目前我们国家的动物保护啊 那主要就靠一些个志愿者呀 爱动物人士啊 来支撑着 有的时候啊 在解救动物的时候啊 也会因为情绪啊 行为过激啊 引发一些个争议 那既然要讲这个法律呢 咱首先呢 就应该把定义搞清楚 你像在国外 虐待动物的定义是什么呢 不被社会认可的 对动物事业不必要的痛苦折磨 困扰或导致动物死亡的行为 那就是动物虐待 那最常见的虐待形式呢 有过度惩罚呀 锁链啊 还有仪器呀 不提供食物等等 而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 刚刚提到的那些个行为 那什么电击 拖行 踩踏 都已经属于病态的虐待方式 都已经过头了 说到动物保护立法 早在1822年 一个叫马丁的人就提出了反对虐待动物的法案 并获得了英国国会的通过 这就是著名的马丁法案 这如今都快200年了啊 截止到现在 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的动物保护法 在美国 虐待动物 那面临的是重刑啊 目前最重的这个虐待动物罪啊 都判了25年了 有的国家啊 人家立法都超过了保护的范畴 还专门制定了动物福利法案 来保障动物的福利 你比如瑞典 他就规定 不能用过于窄小的龙舍来养鸡 夏天呢 说必须得把牛放出去吃草 说猪啊 要有稻草铺地以便他休息 那德国呢 德国甚至他就规定买鱼的时候 不能把活鱼啊 带回家 你想要猝死他 必须在出水之前就猝死 你尽量减少鱼在离开水的情况下 被憋死的痛苦 那有人可能就会说 你这也忒矫情了啊 其实啊 一点都不啊 我们为什么不能虐待动物呢 这不仅仅是那句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 一个人呢 他今天能够虐待兔子 明天就能虐狗 后天呢 就有可能虐人了 为了保证有一天人不受到虐待 我们就必须先反对他虐待动物 我们保护动物呢 恰恰是为了保护人权 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今天忍没对待 甚至起哄动物虐待 没准下一个被虐待的 就是我们自己 只有尊重一切生命 才能最后真正的尊重人 就愿的动物和人一样 每一个生命都为这世界温柔相待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 教育部至监总局 以及安监总局 相继呢 在官网发布公告 退出由关公委发起的 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这三部委 接连宣布退出同一个 这个社会活动 这是实属罕见 这就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那为什么要退出呢 对此啊 这三部委就解释说 说近些年来 有人以这个公益活动的名义 和一些个社会公司啊 签订合作协议 从事牟利活动 并产生了一些个民事纠纷 他们集体发表退出声明呢 就是为了表明 他们对这个活动不当牟利 持否定态度 有媒体调查就发现 这个民事纠纷呢 这主要说的呢 是发生在2013年的一起案件 这个案件的原告呢 是山东济南一家公司啊 他呢 和这个安全教育办公室啊 是签订了一个合同 就约定 由这个公司出资三百万 然后呢 这个教育办公室呢 授权给他 让他负责全山东区域的 中小学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但是啊 这个办公室 他不具有法人资格 没有银行账号 于是呢 他就让这个山东公司啊 把两百万 以赞助款的名义 贿赂到另外一家公司的账户里 另外剩下的一百万呢 则会给了办公室的个人 就是督导员郭某某 这之后 这双方呢 就发生了一些个纠纷 这家山东的公司呢 就把这个办公室啊 连同什么啊 官公委呀 教育部啊 案件总局啊 治监总局啊 就一块告上了法庭 这个法院就判决 说这个办公室得返还三百万的金费 并赔偿这个人工和租金损失呢 将近一百万 而这个赔偿啊 判定是由官公委教育部 案件总局 治监总局来共同承担 哎呀 这个判决生效后 教育部啊 什么案件总局啊 治监总局 这三个部委 人家不答应啊 就提出了再省的申请 最终法院就判决 这三部委呢 是无需承担赔偿的责任 有专家就说了 交通事故 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的一个头号杀手 在这种情况下 三部委参与到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当中 是很有意义的 但这个可惜的是哈 好金啊 被那坏和尚给念歪了啊 虽然说这事呢 三部委是有一些这个委屈啊 但也有一些个问题 值得反思 为什么一个全国性的活动 这三个部门都没有进行监督和控制呢 难道就那么信任活动的主办方 活动方 我们就希望啊 相关部门今后在参加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啊 能全程了解 并及时监督 公益活动 它只有公开公正 才能真的有益啊 好 继续回来 说这个交通安全是不能大意啊 那食品安全呢 更应该小心谨慎 前不久有媒体曝光 说哈尔滨一所幼儿园 给孩子吃这个发霉的大米和过期的食品 是引发了热议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啊 这所幼儿园在广告当中啊 宣称做中国最好的幼儿园 收费昂贵的不得了 每个月呢 七千块钱 有位刘先生啊 他们家的孩子啊 就在这啊 他就说了 当初幼儿园对家长承诺 给孩子呢 吃有机蔬菜 喝鲜榨果汁 最近他送孩子去上学 竟然就发现 还有给孩子吃的大米啊 都已经发霉变质了 在那厨房里呢 还发现了过期的酱油 过期的酸奶 发臭的奶酪啊 还有勾兑饮料的调味品等等 目前 这家幼儿园已经被查封了 责任人呢 被控制了 多个部门介入调查 其实啊 像这样的事件还并非个案 光七月份这一个月 各地呢 就曝光了好几起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问题 你比如啊 生虫的这个麦片 过了期的牛奶 不合格的食用油 都被端上了孩子的掺座啊 其中啊 民办幼儿园的问题 是最为严重 我们都知道 公办幼儿园 他的伙食费呢 按规定 全部要用于幼儿伙食 不得挪作他用 并且呢 他要接受教育部门 省计部门 财政部门 等多个部门的监管 但这个民办幼儿园 他就不一样 他的各项经费啊 基本都是自行调配 他的厨房 那就相当于餐馆了 那是要想办法盈利赚钱的 所以呢 一些个民办幼儿园呢 那就昧着良心 购买那不合格的低价原料 另外 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啊 他好像处于一个这个监督的盲区 园长 那就是老大呀 说一波 你比如这个哈尔滨这一家这个幼儿园 有员工已经反映了 说这个大米都已经明显发霉变色了 这院长呢 竟然就说 好好的洗洗 照样啊 给孩子们吃 按理说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他每一年都会对幼儿园呢 进行检查 而且呢 一年不得少于两次 那为什么就没有发现问题呢 哎 那一些个幼儿园呢 他惯用的手段是什么呢 就装样子 五盖子 以此啊 来逃避监管 有专家就说了 幼儿园食品安全缺失的背后 其实呢 是四方面的过失 标准失守 管理失心 审查失效 监管失灵 对于那些违规的幼儿园呢 那就应该你终身给他进入啊 而不仅仅什么罚款啊 整改就了事了 幼儿园 给孩子吃发霉的蛋 要我说 相关的监管 可不能也过期发霉啊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环球人物 文章标题 滴滴优不合并 好事还是坏事 前不久啊 国家刚公布了网约车合法 哎呦 立马 租车行业呢 就来了一个大变动 就是滴滴 宣布与优步呢 达成了战略协议 将收购优步在中国的品牌业务数据等全部资产 双方啊 将相互持股 成为对方的少数股权股东 哎呀 这个事一出来啊 立马引发了热议啊 咱普通人关心的是什么呢 两家合并以后 他不再烧钱大战了 租车补贴 还会不会大说水呢 以后打车 是不是要更贵啊 专家担心的是什么呢 他比较担心 你看啊 这一合并 他就成了唯一的一家 由腾讯阿里百度共同投资的企业 这新公司的估值啊 高达350亿美元 在中国专车市场 占据到93%的市场份额 这个强强合并 缺乏竞争 会不会自身垄断呢 而段子手 那则是忍不住狂欢咯 有人就调感说 滴滴加优步 那就是丢丢 以后啊 干脆改叫丢丢打车了 至于合并的主角本身 那则是秀起了恩爱 你像滴滴创始人程维 和总裁柳青 就给员工啊 发了一封这个内部通知信 说打则惊天动地 何则恩爱到底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啊 人家滴滴和这个优步啊 本来就不是外人 咱们来看啊 这个滴滴出行的总裁柳青 是什么呢 是联想柳传志的女儿 优步中国区战略负责人 叫柳珍 是谁啊 是柳传志的侄女 人家本来就是堂姐堂妹 一家子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另外一家约车企业 叫神州租车 它呢 是由联想控股的 而联想之前的董事长 就是这个柳传志 所以有人就说了 网络约车市场上啊 逗来逗去 唱主角的呢 都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当然了 这个说法 从金融学上来说 其实呢 并不太准确啊 因为柳青和柳珍 他只是企业的管理层 不是企业的拥有者 那么拥有者是谁呢 这就比较复杂了哈 你要合并之后 滴滴的主要股东名单呢 就包括美国的苹果公司 包括百度阿里腾讯三巨头 还包括美国优步的本部 还包括各路国家队 跨国资本等等 那名单哪一六下来呀 一张A4纸都打不下 当然了 复杂的股权问题 一般人也搞不懂啊 但家庭伦理剧 那是人人都爱看呢 目前最受伤的呢 还是老柳啊 因为这个滴滴收购优步的 这个消息一出来啊 刚登陆新三板的神州租车 那是狂跌不止啊 难怪神州专车十分优越的 发了一条微博 说本来加上一道 咱四个挺好的一桌麻将 你俩非要抱团斗地主 咱回到这个标题啊 滴滴优步合并 好事还是坏事呢 三国演义啊 他开篇就说了 天下大事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这合并刚刚开始 现在来说是好是坏呢 有点为时过早 咱们就希望啊 在这分分合合当中 互联网行业的服务意识 包括他的创新精神 可别丢丢了呀 接下来进入板块 杂志图片 河南一位瓜农 用指甲在西瓜上写书法 受到顾客的追捧 您看这些个西瓜 有福 有寿 有喜 季节鼠 又吉利 真知啊 广西村民利用情好天气 家家户户呢 在屋顶晒玉米 你放眼望去啊 满村竟是黄金屋啊 动物园给动物发放冰块和水果 当做是高温福利啊 北极熊就说了 我家原来就在冰雪世界 这算什么福利呢 好 欢迎回来 前不久有消息传出来啊 说河北恒水中学 即将落户安徽合肥啊 说明年九月份啊 正式向全安徽啊 招生 预计呢 三年之后要招满一万人 据介绍啊 恒中安徽分校将和本校区一样 对学生的采取全封闭管理 就包括学生定点起床和休息 每月只放假两天 每月啊 放两天假 非假期呢 不准离开学校等等吧 这消息一出来 立马引发热议 说起来啊 每年高考一结束 河北恒水中学 都会处于一个舆论的风口浪尖 高考的神话 浪射呢 带上了中国名校加工厂的光环 让同行呢 是羡慕不已 但是呢 这么一个全封闭管理的模式 以及提海战术的魔鬼训练 又让教改专家是痛恨不已 然后吊诡的是 面对这么一个考试工厂 一方面是媒体多次起底 口诛笔发批评他 另外一方面呢 却是学生家长 哎呦 争相抢着要入学呀 打破头的要想进去 各地中学呢 又涌到横水来拜师取经 这一次 横水中学更是把眼光投到了河北以外 想要复制这个学校 抢探其他省的教育市场 而且呢 他这个分校的选指地呀 嗯 那也是颇耐人寻微的 咱们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 叫什么呢 北横水南茅坦 是说呢 河北横水中学和南方的这个安徽茅坦中学呀 一南一北呀 分庭抗礼 将传统的应试教育呀 掐奸教育呀 那都是推向了极致 哎 现如今北横水跑到茅坦场所在的安徽来进行全省招生 那有人就推测呀 这分分钟是抢声援的节奏啊 高考成绩哪家墙啊 看我横水大战 茅坦场 这还真不是什么开玩笑啊 你要知道此次横水中学进入安徽之后那是明确定为要全省招生 而且呢他还在安徽加设了什么初衷啊 那么这一场这个声援抢夺呢 从小学一毕业就开始了 这对当地学校属地招生政策 那就是一种冲击 前不久 安徽奔普因为保护声援而影响学生注册的事件呢 至今还没解决呢 现在你横水中学这么一插路 可以想见啊 抢夺声援大战将会越来越激烈 然后就加剧到其他所有学校的招生教育 有专家就说了 我们不能一方面高喊淡化应试教育 要减轻学生的负担 另外一方面呢 又允许考试工厂异地复制 透支这个学生体力 限制学生自由 什么违规补课抢夺声援 然后对这样的行为 你又一路开绿灯 要知道啊 教育选择 那是可以自由的 但相关的监管绝不能无序啊 好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上海出台了急救医疗服务条例 这个条例呢 也被称为是好人法啊 为什么呢 其中有一个亮点 那就是鼓励和倡导市民啊 要参与现场的紧急急救啊 并且呢 你的救护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不胜对患者造成了损害 你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提到急救 不禁让人想到前不久的一件事啊 六月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 乘坐地铁的时候呢 突发心脏病猝死 引发人们对公共场所急救的关注啊 你看这个视频 从视频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金波倒地以后呢 有乘客是上前实施了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只是呢 这急救啊 不太专业 那么参与急救的乘客 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不管是从情理 还是从法律来说 乘客以后都不应该担责啊 反而应该受到赞扬和鼓励 但是啊 在现实当中啊 一些人由于害怕受到纠缠 害怕惹官司 就不敢救 不去救 其实啊 急救是技术活 也是风险活 即便在医院 这病人上手术台之前啊 他都要签下各种免责条款 而公共场所的急救 同样就涉及到风险问题 就拿这个心脏病来说吧 发病之后呢 十分钟啊 非常关键 也被称为是黄金十分钟 但是呢 这十分钟之内 最快的救护车 也很难赶到现场啊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现场有人对患者进行持续的胸外摁压 就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 当然了 也有可能造成一些后果啊 比方说这个肋骨的骨折等等 针对这种情况 上海市这一次呢 出台好人法 是明确规定 进行紧急抢救的时候 如果对患者造成一些损害 不承担责任 这其实啊 就是为好人撑腰 为急救站台 对此有专家就认为 只有提前规避责任 免除后顾之忧 才能让更多的人 放心大胆的参与现场急救 除此之外呢 还应该添置一些急救设备 开展急救培训 要我说 有了好人法 还要掌握好好人的急救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 KTV辅导班 说河南关陶县的李女士啊 两孩子呢都读小学 由于工作繁忙 就呢 这个在暑假呀 把孩子送在一个叫创新的辅导班 结果呢 这辅导班真是太有创新了 把这个教室呢 直接开在一家KTV里啊 旁边还有一个溜冰厂 我们来看这个现场图片啊 那叫一个灯红酒绿 纸醉书迷啊 这样的脑洞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啊 辅导班开在KTV里 这算什么状况呢 学累啊 看累了书 你唱一会儿 或者是放学了以后 再溜冰溜冰逛逛街 如果这是音乐辅导班的话 大我还也许勉强能接受 可这桌上的书本封面 却是大大的数学 两个字 您这数学教的呀 那真是亮瞎了太惊眼啊 在这样的环境待久了 别说看书啊 就是唱歌看字幕都要眼晕呢 相关部门三令五声 禁止教师办这个暑期辅导班 可这个创新辅导班厉害啊 为了逃避检查 直接躲进KTV 这还真叫一个大影影余式啊 要我说 对于这样的辅导班 咱相关的监管 不枉就加大力度 让他无所遁形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 接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